先为开始带您来看到全球经济的焦点 美债大限在今天到齐 而昨天晚上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临时预算案 让美国财政危机暂时化解 美国总统欧巴马也迅速签署了法案 终结联邦政府16天的停摆 美国参议院昨晚在美东时间8点 以81票赞成18票反对 通过解决政府关门与提高举债上限法案 紧接着10点20分 美国联邦众议院也以285票赞成 144票反对通过法案 距离17日的大限不到4小时 两党协商通过之前 投资人似乎已经获知乐观消息 周三美股收盘小涨 道琼指数上涨205.82点 涨幅1.36% 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45.42点 涨幅为1.20% 而在临时预算案通过后 日经 南韩等亚洲股市也纷纷走高 在临时预算案的架构下 将维持美国政府运作到明年1月15日 举债上限到期日也延长到明年的2月7日 不过两党在预算政策上的根本分歧 也使得明年初 债线危机与政府关门的戏码 可能还会再次上演 新唐人亚特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